好接下来要麻烦各位 那个你的板子 我们先把电拔掉 拔掉 拔掉之后呢 我要把两片板子结合在一起 那它的接法 这个 这个是接电源的 电源对 蓝色对黑色 蓝色对黑色方向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这个接角 接角 弓的对母的嘛 然后呢 这一条长的跟这一条短的 它的最旁边都是对齐的 这边没有对齐 这边没有对齐 可是这边是对齐的 然后对齐的这一边 对Arduino的屁股对齐的这一边 然后从最后一只脚开始 你先把它对着 对齐然后插上去 先轻轻的放 你会发现前面会空两两个到三个 三个洞 它前面会空两个到三个洞 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要对齐 最后最后面这一边要对齐 这边最后一只脚要对齐最后一个洞 前面空的没关系 放进去之后再把它稍微压一下 让两边针脚都没入 都跑进去 这样子就是有差 那个Arduino它有很多的扩充板 很多类型的扩充板 那这个是叫做感测器扩充板 那所以它的板子 都可以这样一层一层叠上去 可以扩充 当你装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装这个按钮 装按钮 装按钮的时候 它有三只脚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拿到有四只脚的也没关系 那请你呢 我的习惯啊 我的习惯是把那个红色的 红色的会当电源 然后咖啡色会当接地 咖啡色或黑色会当接地 然后另外一只彩色的就当讯号 可是如果你的线 没有刚好那个颜色 你就自己认颜色没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把三只不分颜色随便接上去 我先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之后呢 等一下 那个VCC VCC要接到正电 对不对 GND要接到负电 那另外一条就是讯号线 那可是我要插在板子上的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S4A 好 这是一个开关 开关只有两种状态 好 只有两种状态 所以如果只有两种状态 我就要用数位的方式去开关它 那所以你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哦 这里有一个DIGITAL SENSOR DIGITAL PREASE 对不对 这个D2跟D3是属于数位的 当然你用这个也可以 你用这个这里面也有两个 DIGITAL 2跟3 所以2号跟3号的接角是可以用的 那2号跟3号的接角在哪里 如果直接接板子的话是这里 DIGITAL 2跟3这两支 如果你用扩充板的话呢 如果你是第五版的DIGITAL 这一排是DIGITAL的 0到13这一排是DIGITAL 那2跟3在这里 2或3 所以等一下你是插在这一排 或者这一排 那如果你是第四代的 DIGITAL是在这边 DIGITAL在这边 这个是DIGITAL的范围 0到13 然后2跟3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2是这一排 3是这一排 那刚刚我们 那个模组上面有一个GVS 对不对 G就是GND V就是VCC S就是另外那个讯号 所以你这三个就对三个 你就认G要对GND V就对那个VCC 5V 然后另外一只脚就是讯号 所以你可以选2或3一排 把它插上去 OK吗 听得懂吗 可以啦 好各位就把它选一个位置插 2或3把它插上去 那接角要插对 VCC就接V 然后那个GND就是接G 你不要认颜色 因为我们颜色没有统一 我们今天的那个排线颜色没有统一 所以你要去认两边的 的英文字 第一个 你要看到那个 好 好 好 两边的V要对V G要对G 那另外一只脚就是讯号线 你就把它接在S那一端 好 那 那你要接在2或3这一排 第二或第三这一排 好 2或3这一排 好了吗 好 模组大概都是这样接啦 那个V跟G接对了 另外一只线就接对了 除非你的脚位接错 接到不能控制的脚位 不然大概都是这样接 所以也不用担心什么电子不懂 没有关系都不用懂 只要正电负电接对了 另外一只脚就是讯号 可以了吗 好 可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的程式哦 如果可以的话就把电送上去 就把电送电 送电之后我刚刚这边 我本人是插在D2 D2 就是2号 插在2号 所以等一下我要看2号 那2号在哪里呢 我的2号在这边 Digital 2是这一个 Digital 2是这一个 那你的如果插在3号 你就要看Digital 3 你要看 你看的是哪一个 好 然后呢 现在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按钮的状态 好 我现在插在D2 D2我现在没有按按钮 没有按按钮它是True 它是True 那你买来的模组 可能会跟我相反哦 也可能会跟我一样 那要看你买的模组嘛 那反正我们就是先观察 每一批货的状况不一样 好 那现在我去按红色的按钮 当我按下去 诶 True就变成False 有没有 放开就是True 按下去就变成False 那你没有按的那一个 你不要管它 它会跳 我们看我们有按的这一个就好 好 那你也有可能跟我刚好是相反 就是按下去是True 然后不按是False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相反的 没有关系 那你就知道 你按下去是什么 然后没有按是什么 这样知道就好 好接下来呢 既然这是一个外界侦测输入的开关 那假设我先很简单的 我让它 比如说播放声音好 直接来播那个Doremi 这边有一个弹奏音符 弹奏音符 然后这里可以选Doremi 自己挑 自己挑 这个六十是Do 好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假设我按下按钮 我就希望它来弹Do 那所以我要用控制里面 有一个叫做如果 如果怎么样 我就做这件事情 好 那做什么事呢 我要弹Do 所以我把Do放进来 所以如果符合这个条件 我就去弹Do 那符合什么条件 这个条件六角形里面 通常要针 针它才会执行 那所以我如果把Digital 2 直接放进来 以我现在这个模组 会是相反的 Digital 2 那现在是True 可是我没有按 所以如果我这样放进来的话 它会变成没有按 它就去弹Do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让这里变成True 它才会发生动作 所以我要把它反向一下 在运算里面有一个相反 不成立 当这个不成立 复复得正 复复得正的时候 我就去弹Do 如果你很幸运 你买到的模组 是按下去才是True的话 你就不用做这个动作 这要看你的模组 是正的还是反的 因为他们的电路设计 有时候供一级 有时候供阳级 电路设计不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侦测 我有没有按下去 如果我按下去了 我就弹Do 可是这样就做一次 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 侦测的事情通常要重复执行 所以这样就会一直侦测 我有没有按 如果按下去我就弹Do 我来执行一下 现在白边有在执行 我没有按它都没声音 对不对 那我来按一下喔 如果一直按着 那就一直弹 我按就不弹 对不对 好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按钮模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如果换成红外线 挂在你的门上面 学生一经过 红外线是不用碰的 有经过就可以 也就是男生上厕所小便那个 他会自动冲水 你走近他就会自动冲水 或者Seven你经过他的门 他就跟你说欢迎光明 那个叫红外线 不用接触的 那你就让 你就念一个英文句子在这边 就每次经过就念一次 就让他强化他的学习 各位试一下 好这是模组啦 那如果你那个模组按下去 那个Digital 2或3没有在动的话 你要检查你的脚位是不是差对 通常差错就浮 他会不理你 好有问题举手 如果你插3就要看3 好插2就看2 另外如果你插3 2你就看2 那个3就不要理他 因为当时上他会跟不上下 你插的是3你就看3 那如果3没有反应的话 好 他的接角是空的那一个 你不用管他好 因为他定压会乱跳 他会被干扰乱跳 你如果要他不要乱跳 你就要是要插零件上去 所以我们只看 我们插的那个耗 那你的程式 如果是插在2你就要去判断2 插在3你就要去判断3 可以吧 很简单对不对 那个动作比较快的 老师小朋友 你可以再去拿一颗按钮 你可以接在另外那只脚 那一个就可以设成 这个 斗 然后另外一个设成 ㄎㄧㄤ 那你的两个按钮就变成 ㄎㄧㄤ ㄎㄧㄤ 好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那个线接对了 然后没反应 有可能那个模组是坏的 那我刚刚讲 我们模组是对按钮的 那个山寨货品质会比较差 不过因为便宜 所以坏掉我们都不会心痛 那个模组一个大概四五十块而已 好四五十块 所以坏掉不会心痛 这个板子 如果你买的是对按的 大概150到280 所以坏掉也不会心痛 而且很 因为设备很便宜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买得到 好那么如果你要做两个以上的按钮 那就是还要再多一个判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个 好那有的人会这样写 那有的人会这样写 两种方法都可以 但是呢这样子写比较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正在弹这个音的时候 在音还没有弹完之前 它不会去侦测下一个按钮 所以那时候按的时候是没有反应的 好这个 这样子写会比较不适合当乐器 那如果你把它分开写 变成两条层次 那这样子 好 当然一个要二一个要三 那这样子呢 就会 因为Squage它是多工的 如果你要写西元写组合元写到多工 那真的是要蛮高层次的 可是这里就是把层次分开 它就是多工 超级简单的 这样子它就会同时两条都执行 那所以这样是最灵敏的 随时按 随时都有反应 随时都会有反应 这样是最ok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多重 多个按钮的那种乐器的话 好 那 好 那其实啊 刚刚我们Digital 因为它只有两个数位输入 这只有两个Digital 数位的方式只有两个 那如果你要做很多按钮怎么办 其实这边也可以用 这边也可以用 那A0到A5也可以用 虽然它是类比的 那只是说它这边呈现的方式 会是用类比的方式呈现 那可是我今天用的是数位按钮 也没关系 所以假设我把这一排 假设我把刚刚我们插在第二 或第三个这一排 我把它挪到 A0到A5这一排插上去 其实也可以用 但是程式写法就不一样 我举例给各位看 我先把线换过来 我现在换到那个类比输入这边 A0 好 那我换过去之后呢 我的程式 这边就不会有反应 因为我现在不是用 D2跟D3 那我是用A0 所以我要改成用A0 那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 A0本来是乱跳的 现在我接过去之后 它会固定在这边 那我按下去它会变成0 我不按会变1023 好 它会变成固定的两个数字 就是5伏特跟0伏特 就这样子 所以你就变成说 你在写层次的时候 就改成用判断数字的方式 好 改成用判断数字的方式 那你可以用这样 比如说A0等于0 那我就做什么 对不对 或者A0等于1023 我刚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是 没有按的时候是1023 有按下去变成0 那所以我就要用A0等于0 这样去做判断 那或者用大于小于也可以 如果你用大于小于的话 好 我就是要选一个中间的判断值 比如说500好了 反正0一定小于500 所以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那这样会比较好 这样会比较不好 因为有些模组买来 它可能用久了 里面的电阻会跑掉 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 它可能不会跑到刚好5伏特 它可能会跳到1016或多少 会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的状况下 如果你用这个等于的话 它可能不会刚好跑到那个数字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用大于小于 再执行 我如果按下去 一样会发生 就是写法不一样 各位试一下 这样子你就有八个按钮可以用了 Squitch里面 因为有关声音的部分很强大 它的这个弹奏音符 这个数字是可以改的 那它其实不是只有 它最前面是48 最后面是72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范围 如果更低或更高都可以 只要人的多听得到 它都可以发得出来 比如说最低48 对不对 那如果20可不可以 你直接给它数字 很低频的声音对不对 那你给它100可不可以 可以喔 一样 只要你的耳朵听得到 它都可以发得出来 好然后呢 它的乐器 它的乐器有100多种 100多种 所以 虽然我们只是一片小小的Arduino 你甚至可以设定成各种音效 你把它设定好之后 你发出的声音 就会是那一类的声音 铁琴 我们通常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子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会直行 就换掉 就变成铁琴 所以它其实很强大 你这一片板子 你可以做一整个交响乐团 可以做一整个交响乐团 然后给我节奏乐器 这么多种 到81种 到81种 这些都可以用的 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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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